在Juple的系统中一直都有一个叫做投票的模组 如果你把它启动起来以后 可以让你的网站浏览者在你的网站里头进行投票 在这一节课程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投票模组的应用 首先请你先以Admin最高权限使用者的身份 登陆到网站里头来 接着我们来到工具列的模组 这一次我们要启动的模组叫做Pore 也就是投票 好在这个地方 Pore它是让你的网站可以用复选的问题 来针对不同主题进行投票 我们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画面拉到最下面来 把设定储存起来 我们再回到模组清单 再拉到Pore的地方 OK现在Pore已经被启动起来以后 在它的操作地方还有一个权限 在权限这边我们利用新的分页 开启出来操作 来到新的分页这边来 再来我们针对投票的相关权限把它设定起来 好这边大概是在内容的部分呢 这里有几个关于投票的选项 建立新的内容 编辑自己的内容等等的 我们让注册的使用者呢 可以发表一个新的投票 再来呢 它可以编辑自己的投票 也可以移除自己的投票 至于立民使用者呢 目前我们假定不让立民使用者进行投票 全线设定完成以后 再回到下面来 我们把全线储存起来 全线的部分呢 我们做完了以后 把这个分页先把它关闭掉 再回到模组清单 再回到Pore这个地方来 它看起来没有其他模组的设定选项要来执行 不过投票本身也是一种内容类型 相关的内容类型呢 我们可以根据内容类型的使用来做设定 所以我们先回到架构 再来到内容类型 这里有一个投票的内容类型 我们来进行一下 这个内容类型的编辑 有一些投票呢 我们需要能够把它挂在显著的选单上面 让使用者进来到网站以后 能够很快 显目的看到投票的相关议题 然后开始进行投票 因此呢 我们拉到下面来 在这个内容类型的选项中 关于它的选单我们设计一下 我们让它可以挂在 user menu跟主选单以及导航上面来 这样子在我们发表新的投票内容的时候呢 可以把那些投票内容 挂在这三个选单之一的任何一个地方 暂时我们只变更这个地方 接着把它促成起来 另外投票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地方是要注意的 我们再来到投票部分的栏位的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 投票它本身有哪些基本的栏位设定 它有一个问题 例如说它问你你喜欢哪一种 然后下面就有投票的选项 总类A、总类B、总类C等等的 再来是相关设定 可是这里我觉得缺少一个资讯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想把这样子的资讯呢 在这个投票议题里头把它呈现出来 那也就是投票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把Body内文这一个栏位把它放到投票这个内容类型里头来 那么它的栏位名称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内文 储存起来 现在我们在这个内容类型增加一个栏位了 所以要把这个栏位的定例把它写一下 标签是叫做内文 一定要填写吗?我想不一定 所以这个我就不勾选 然后预设的列数呢是20列 我先给它10列就好了 文字的话采用的是过滤的文字 也就是FilterHTML 说明文字呢 你可以写上一些文字 让撰写投票内容文章的人 知道说在内文这里要有写什么东西 以及要注意什么事项 再来呢要不要提供一个摘要 这个目前我就先不使用 内文这个栏位呢要有几个 一般来讲内文我们只要写一个就好了 如果你要两三种内文的话 那么你这边可以重新选择它内文的数量 完成这个栏位的基本设定之后 我们按储存 再来把这个内文放到问题的下面这边来 当你调整次序之后呢 要记得重新储存一下 栏位设定完以后呢 我们还要再管理一下它的显示 我们来到管理显示这个页迁 在管理显示页迁里头 它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预设的 可以看一下内文这个栏位 它本身的标签呢是在上方 一直说标签呢会放在内文的上方 叫做内文 然后下面才是真正你文章 内文所写的内容 我想这个内文两个字呢是不需要出现的 所以我们把它隐藏起来 变更以后呢按储存 接下来 摘要地方也是 摘要地方呢它把内文隐藏起来 我们把它移到 投票结果之前 再来把它的内文这两个字的标签把它隐藏起来 格式的话 暂时不更动采用预设的方式 按一下储存 完成以后呢我们可以来增加这个投票的内容 我们来到内容或者是来到捷径列的新增内容 到了新增内容的管理界面之后 接着我们选择投票 现在我们要建立一篇投票的文章 一样的我也帮你准备好文字了 请你来到我们的课程练习档案里头 这里有一个投票的文章 请你把它打开起来 把这一些字呢复制起来 然后呢把它当作是内文贴上来 再来这个问题呢叫做 你喜欢哪一种智慧型的手机 内文呢就是一些 关于为什么这次要来进行这个投票的一些说明 接下来 好这里有几个选项 我们把它写上来 目前的智慧型手机 我们把比较热门的几个 或者比较常听到的几个 先把它打上来 我们知道有Android的 我们还知道有iPhone 其实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继续再点按更多选项 再来一个 接下来我们要有Nokia 还有的就是Windows的Mobile 如果你没有设定项目的话呢 预设每一个投票的选项呢 它目前通通是零票 不过在你发表文章之前呢 你也可以先把预设的投票数 把它输入进来 例如说Android的呢 我认为是目前假设已经有50个人投了 再来iPhone也是有50个人 随意导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不是针对目前市场上来做反应 25个 再来往下 投票的设定 目前这个投票是启用的 所以可以让别人进行投票 如果关闭的情况下 那么只能看到投票的结果 但是呢不能再进行投票 在投票的期间 我们把它限定是在 一个月 也就是说 从这一篇投票的文章发表出去以后 在一个月内以内 都可以进行投票 再往下 再往下是一些基本内容选项的设定 我们把它挂到选单上面来好了 然后勾选设定选单的连结 再来是把它挂到 导航 因为我们刚刚有把User menu 主选单跟导航 这三个主要选单 开放给投票内容这个文章来使用 所以目前这里有三种的选单类别可以使用 我们把它挂到 主选单这边来好了 不过名字太长了 我们改一下 把前面三个字拿掉 设定完成以后按储存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 主选单的选单项目 叫做哪一种智慧型手机 你喜欢哪一种智慧型手机呢 目前可以勾选的有iPhone Android Nokia跟Windows Mobile 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旁边看一下结果 目前的结果是像这个样子 再回到前面来 我们还可以点投票这个页签 在投票这个子页签里头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 有哪一个访客投了哪一票 在什么时间进行的这项投票 之所以会有这两个页签 是因为这一篇文章是由我们所发表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内容 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是Admin的使用者 有最高的权限 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两个页签 已经设定好的投票的文章以后 我们请Bang进来投票 我们利用另外一个浏览器 来请Bang进行投票 先让Bang进来到网站以后 再来回到首页这边来 现在有看到了 哪一种智慧型手机这个页签 同时我们在首页的第一篇文章 也是询问你喜欢哪一种智慧型手机 目前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我们还可以阅读更多 来到这边以后 目前有投票的结果 再来是投票的内文 这个结果你可以在管理显示的部分 决定要把它隐藏或是秀出 目前并没有办法投票 所以我们还要再把权限设起来 我们再回到原来网站设定的浏览器里头 然后在工具类上面点按用户 权限 有个东西没有设到的 我们再调整一下 这边有一个Po 就是投票的相关模组 它可不可以投票呢 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所以我们让注册的使用者可以投票 同时它也可以取消或更改自己的投票 以及它可以看得到目前的投票结果 把这三个勾选起来 再拉到下面来 然后把这个权限储存起来 然后我们再回到Bang所使用的浏览器这边来 让这一页再重新整理一下 现在Bang可以来投票了 这里有iPhone、Android、Nokia、Windows Mobile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看结果 因为我们有把看结果的权限开放出来给它 接下来Bang要投下它自己神圣的一票 它选择的是iPhone 然后进行投票 现在网页秀出来目前的结果 iPhone的话是51票 Android50票 Nokia20票 Windows Mobile25票 目前总票数来到了146票 在这个地方 Bang可以重新再取消他的投票 然后再重新进行投票 如果Bang对这个投票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他还可以在这边继续发表一些回应 OK 关于投票模组的操作与应用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